好 要來示範一下如何使用Google文件中的螢幕的鍵盤 在我們原來的這邊更多選項這邊點下去的時候會有一個注音 那這邊預設會有幾種中文的輸入法 但是我們現在比如說我們是要用韓文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語言要給他選一下韓文的語言 來 韓文 韓語 OK 那這時候就會有韓語的鍵盤可以選擇 那我們的系統就不用安裝輸入法 如果你是用Google文件的話 系統就不用裝輸入法 因為有時候中文的鍵盤不是很好輸入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輸入 比如說空格這個不發音的指音這樣 那如果想輸入比如說組合的話也可以 那可能要找一下 那如果是發 兩個的音呢 連續點兩下看看 不會 不會 Shift按著看看 有 Shift按著的時候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韓文的 呃 呃 這是什麼 重音 重音就可以按了 那甚至於這種特殊的就是按Shift 就可以改變這個鍵盤的 輸入的方式 以下就是可以改變這個輸入的方式 包含中文的也可以 那 好 那我現在這個 這是用手寫的 好 那就這樣 好 這個把它取消 好 就取消 那平常我們在輸入的時候還是可以直接打 打中文 然後比如說用系統的檔 韓文 好 所以沒問題 這樣的話會比較方便 要不然的話像Linus的話 Linus的輸入 韓文輸入的話 是 利用羅馬拼音 所以 但是我不曉得它的 不發音這個是在哪裡 所以也蠻麻煩的 所以有時候利用它Google文件的這種螢幕線上輸入的話會比較方便 以上是這個Google文件的線上輸入